请问一下猜的到底吗 夏天的时候 小猫小狗和小猪坐了很久的公车 到山里的游泳池游泳 咬了一大口甜甜圈之后 小猪突然大叫 啊 错了 我把游泳圈放在高哥东车上了 什么说 哎呀 我的也忘记带下去了 小狗说 天呐 我完全忘了要带游泳圈 忘记带游泳圈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因为它们都不会游泳 如果没有游泳圈的话 它们根本不敢去水很深的地方 正当它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前面来了一只恐龙 小猫说 游泳池的水会不会很深啊 请问踩得到底吗 恐龙甩一甩身上的水珠想一会儿 恐龙说 水很浅啊 踩到大腿而已 当然踩得到底啊 当然踩得到底啊 哇 太好了 水很浅嘛 踩到大腿而已 就算没有游泳圈 也没问题 它们放心地往前走 遇见大象和小象 小猪问 游泳池的水会不会很深啊 请问一下 踩得到底吗 大象和小象 抖了一抖身上的水珠 想了一会儿 大象说 水不会很深啊 踩到肚子而已 当然踩得到底 小象说 这里的溜滑梯很好玩啊 哇 水不会很深啊 踩到肚子而已 还有溜滑梯耶 它们很高兴地继续往前走 一只大熊走了上来 小狗说 游泳池的水会不会很深啊 请问一下踩得到底吗 大熊擦一擦 身上的水珠想了一会儿 大熊说 踩得到底啊 没问题 不过水有点深 刚刚好到脖子 咦 水有点深耶 哦 还好直到脖子 应该没有问题吧 最后 它们终于到了游泳池 水面泛起亮亮的浅蓝色 看起来冰冰凉凉的 很舒服啊 大家兴奋极了 立刻丢开背包 冲进池子里 一跳进去 大家立刻发现 啊 水好深啊 根本就踩不到底 救命啊 它们一边拼命地大叫 一边努力地摆动身体 眼看着就快要沉下去了 突然间小猫说 习惯 我踩到底了耶 小猪说 原来这里并不深嘛 小狗说 我们来玩吧 它们开始玩了 它们开始玩了起来 在水里翻来翻去 互相泼水 还玩了溜滑梯呢 玩了很久 大家才依依不舍地上岸 小狗说 这里真好玩 小猪说 哦 我好像会有一点点耶 嘿嘿 小猫说 下次我们再来玩吧 回家的路上 微微地风吹来 舒服极了 它们哼着歌 啦啦啦啦 慢慢地走着 迎面来了一只小老鼠 小老鼠小小声地说 请问一下 我游泳汁的水 会不会很深啊 踩得到底吗 再见